稍微有点感冒 可能不管是北京的同学 还是其他城市的同学 最近冬天快来了 对吧 没说错 冬天快来了 天气越来越凉 大家也注意保暖 注意身体 都要像老师一样 好 我们今天来讲 第四课今天讲解的这篇 依然是一篇中考题的真题 它的名字叫做西皮流水 看上去好像是啃着西瓜皮流口水 但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西皮流水到底是啥意思 我在初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也不明白 我不知道这个北京的同学 清楚不清楚 或者京剧爱好者清楚不清楚 我当初是不清楚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读完了文章之后 大家可能就知道 这个所谓的西皮流水 到底是什么 一定不是啃着西瓜皮流口水 对不对 好 那每次课的时候我都要说这么多 因为每次课都有新来的同学 那今天我就少说一点 热读为什么南极分 主要培养的是作者思维和初题人思维 作者思维是读懂文章内核 明白作者想说什么 以及怎么说的 初题人思维是要求看懂题目的所有要求 并且运用规范的答题术语 来回答初题人提出的问题 这是我们整个课程的训练目的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这篇文章 西皮流水 这也是2006年的北京中考题 中考真题 11年而已 他的作者是高洪波 当然这个高洪波并不是这个国家足球队的那个教练的高洪波 是一个崇明的一位作家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文章 你像这种题目 名字叫西皮流水的题目 看上去就很怪 我们之前读的那几篇 好歹题目都能看懂 什么洞察 起码这倒是个茶 全面积这倒是找面子 对吧 溢险星海 这倒是回溢险星海的 西皮流水是干嘛 不知道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不要着急 你在脑子里面 其实只要留住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西皮流水到底是什么 这跟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 密切的相关 其实他真正想说的内容 一定跟这个名字相关 这个西皮流水 很可能是作者想要表达内容的一个核心代表 那以后碰到的时候 你知道他是什么 留个心眼就行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第一段 北京人有一号 这一号是什么呢 叫唱精细 首先第一段告诉你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 跟唱精细有关系 而唱精细是北京人特有的一个爱好 精细嘛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海南人 我爱好唱精细 也也许也可以 但是毕竟不是海南人的这种特权 北京人的特权 北京人的特殊爱好 唱精细 好 继续往下往下看 有位小说家专门研究官 研究过这无伤大雅的业余爱好 你要注意这个词业余爱好 不是专业的 总结出两个字叫做找乐 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个有的人专门研究了北京人 喜欢唱精细的这个爱好 说他们这个爱好就是在找乐 但是找乐是啥意思 不知道我们继续往后看 后来以此为题写成了一部相当著名的小说 把北京人唱精细的种种心态描摹个够 你要注意这一段文字 其实作者已经告诉了你一个重要的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北京人唱精细 不是图的专业 他为什么想唱精细 他的心态是什么 他的心态是乐这个字 快乐 北京人唱精细找的不是民族自尊心 找的不是荣誉感 找的不是别人崇拜的眼光 找的是什么呢 找的是乐 这个乐就是心里的快活 所以在第二段里 其实这个作者已经告诉你 北京人唱精细的心态 如果简单概括的话 就是找乐这两个字 就是找快活 找快乐 心里高兴 但是具体的我们还要再往后看 我经历过几次这种找乐的场面 觉得其中很有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似乎在找乐之外还应该多一点什么 究竟是什么 我也说不清 道不明 大家要注意了 他说 这个北京人唱精细这件事情之外 除了他们觉得很高兴之外 里面还有一些别的耐人寻味的东西 这也就是这个作者想写北京人唱精细的原因 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他说耐人寻味 但是究竟是什么 我说不清 道不明 大家千万要注意啊 所有的作者说 我也不知道的 他都是知道的 为什么他要知道了 又说我不知道 原因是作品不能太直接 知道的直接告诉你 那就变成了大海全是水军马四条腿了 所以他一定要用文学的手法曲折的告诉你 曲折的告诉你 不好意思 不错了 曲折的告诉你 他想表达的东西 你像尤其鲁迅 鲁迅在写文章的时候 但凡鲁迅说 我也不知道 或者不知道为什么 比如说在藤野先生里面 鲁迅说 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了日目里这个名字就记住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现在还记着藤野先生的样子 还记着藤野先生对我的那些好 所有的不知道为什么 你尤其注意 这一定是作者想表达 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不太好意思 直接告诉你 所以在这里 你要尤其注意了 就是这个北京人唱京西 除了找乐儿这种心态之外 还想还有一种什么东西在里面 这种东西带人寻味 这也就是作者真正想写这篇文章的重要的原因 我们继续往后看 他说 他说 我说不清楚这种东西 一定在他后面描写的经历当中 会暗暗的告诉你 有一次是在浴池里 你注意这个场景 很好玩 泡澡堂子 对不对 热气腾腾的水蒸气 闷的人昏沉沉的 冷不丁的亮出一嗓子 吸皮流水 哇塞 这个吸皮流水出现了 我们这个时候明白了吸皮流水是什么呢 是经句当中的一句 经细当中的一句 亮出一嗓子吸皮流水 对不对 或者一套戏 但是因为我不太熟悉这个经句 所以我不知道吸皮流水是什么 到现在为止我也没去查吸皮流水是什么 因为不需要查 你做这篇文章的时候 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你其实不太需要知道背后的背景 如果需要的话 他会告诉你 他说冷不丁的亮出了一嗓子吸皮流水 挺地道的马派 这经句也是分派别的 对不对 脆壳 土子利落 等到热气微微消散了 才看这一位朋友正面对的墙角 头微寒 闭略 才一脸庄重 全副身心的进入了诸葛孔明 借东风时的角色 也就是吸皮流水这出戏 讲的是诸葛亮借东风那一段 唱的是这一段的故事 那这段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就是他说我不是经历过几次这种找乐的场面吗 这个找找乐的场面 就是北京人爱好唱京戏的场面 于是后面就说有一次 那你就明白 这就是他说我的种种场面之一 第一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这个场面 你得描述一下是在哪里 什么情况下 听到了什么 对不对 简单来说 在澡堂子里 因为这里边叫在浴池里 热气腾腾的水蒸气 闷得人昏昏沉沉的 就这时候整个人感觉状态其实并不好 这时候突然间 哎 一个鸡顶 为什么呢 听到了一个亮出一嗓子 冷不丁的亮出一嗓子 啊 说明是在你意料之外的 在你意料之外的 吸皮流水 而且还挺地道 想象一下 你在澡堂子里泡澡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有人唱意大利歌剧舞的太阳 而且唱得很地道 你是不是吓一跳 就这种感觉 好 马上要卡了 大家小心 准备休息眼镜 他说呢 这个挺地道的马牌 而且唱这个戏的人 你注意这个人不是来唱戏的 这个人是来泡澡堂子的 但是在泡澡堂子的时候 他唱戏一脸庄重 就是很很淡感 对吧 自己那个感觉上来 然后全副身心的进入了角色 入戏很快 就是讲的这个第一件事 就是有一次在澡堂子碰到 有个北京人在唱戏 好 我们来看下一段 更妙的是 这位朋友唱完 换气的档口 四周竟然冒出来 好几声豪 于是他又接了唱 这句 大家要注意了 他说的是 四周竟然冒 我说的是 五周竟然冒出来 一周竟然冒出来 一周竟然冒出来 我说的 一周竟然冒出来 一周竟然冒出来 哈喽 哈喽 我回来了啊 我回来了 好 我们刚才讲到说 这个四周竟然冒出来好几声好 这个镜子 它表现的是出乎意料 是出谁的意料 出乎我当时在澡堂子里听到有人唱戏之后 这个意料 因为我觉得澡堂子里有个哥们在这突然间给我唱出来意大利歌剧了 我就觉得这人好奇怪 没有想到的是 周围的人不但没有朝他扔柿子皮 反而冒出来几声好 而且是好几声 是好几个人都出乎我的意料 没有想到群众技术这么好 于是他又接着唱 这回是甘露寺的乔玄乔国老 劝孙权留神别杀大尔留位 尤其一段细皮流水有味道 又开始来了一段细皮流水 我们看有个二弟汉寿秦侯 大家知道这是关羽了 青龙掩月 神鬼皆仇 白马坡前诸人仇 曾在古城掌过老菜羊头 哒哒哒哒 不念了 他说这段细皮流水 如潺潺流水 韵味叮咚 很有韵味 不能不令人叫一声好 唱的非常的地道 而周围的人 说明是什么样的 是会欣赏的 你像我这种不会欣赏京剧的 或者大家里面不会欣赏京剧的 就会说唱的啥 别唱了 对吧 我洗澡呢 洗不进去澡了 全吐澡堂子里了 证明人家会欣赏 所以冒出好几声好 而是这个听的人听的过瘾 唱的人唱的就更过瘾了 越唱越好 韵味叮咚 说马派的唱腔 甜润流畅 做派还潇洒飘逸 你要注意 他说的是 这个唱的非常的甜润 而且他的这个整个的气派啊 是那种潇洒飘逸的 但是这个场景是个澡堂子 是个热气腾腾的 让人昏昏欲睡的澡堂 这是给你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是不是就是那种 说这个非常世俗的现实生活当中 很无聊的现实生活当中 竟然也有这样的啊 这种高高调的高雅的做派 但是所以他后面说 由于在浴池里面 除了唱功之外 别的无法欣赏 你在泡着澡堂子 你也只能听一听 你不能说哎 根本里站起来 对吧 我看看你的身段如何啊 这个不太现实的 别的无法欣赏 这位朋友的做派只能贷考了 这个有一个小幽默在这 那这一段说的是什么事呢 说的就是在澡堂子里面 听到有一个北京人 一边泡澡一边唱金句 而且唱的竟然很地道 唱的竟然很地道 不但他唱的地道 周围的泡澡的人 竟然也能欣赏 纷纷叫好 而且他越唱越过瘾 越唱越过瘾 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再下去看下一段 自从听过了浴池清唱之后 我为什么把这标红呢 因为你发现这是作者 对上面这件事情的一个总结 上面这件事情就叫浴池清唱 他说听了这件发生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常常在家里欣赏 名家唱段 他说我 就开始在家里面听 名家的唱段 听这个谭富英的洪阳洞啊 听杨宝森的鸡鼓骂槽啊 李少春的野株林 钻地是一种极惬意的享受 他说这种享受是很惬意的 我在家里面自己去听京剧 发现很惬意 尤其是这个饰演林冲的人啊 把这种英雄失忆的心态 表达的淋漓尽致 非常能够传神 是吧 就是说 我也发生了一个变化 所以突然间感觉有了点兴趣 早堂里 对吧 那光极亮大汉 突然唱完了之后 哎 我突然发现这京剧有它的味道啊 我在家里自己听一听 越听也觉得越惬意 尤其是这种心情的传达 感觉传达的很 好 看下一段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 又是老北京的骄傲 外地人如果不是若非啊 就如果不是爱之弥生者 一般体会不到京剧的妙处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要注意这 这儿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中国的国粹和老北京的骄傲用红字标出来 因为这是作者直接告诉你 他他要写的这个吸皮流水不就是京剧吗 他想直接告诉你的是京剧的重要地位 第一是国粹 第二又是老北京的骄傲 因为叫京剧 对不对 老北京的骄傲 外地人一般理解不了 但是老北京爱之余生 这个对他特别特别喜欢 有一次 你注意又来了一次 我们前面说有一次是在那个澡堂子里面 对吧 玉池清唱 这是第二次了 我携小女儿到日坛公园赏休 这上次在澡堂子里 这次是在公园里穿过休竹茂林 背出大亭子看到了一群找乐的人 哎 那你要注意 说到这儿为止找乐几次了 找乐两次了 第一次是在澡堂子里一群人找乐 对吧 唱惊喜 第二次是在公园里一群人找乐 但这群人怎么找乐呢 他们中间的两个老人 有两个老头啊 这个鞋椅在栏杆上 左腿上这块手帕 手帕上竹把金湖 脚下踏着小方针 分明是两位集合格的琴师 二人调好弦 头一点 当当当当当 就开始想起来了 拉的是过门 刚一结束 人群中自动走出一位中年汉子 你要注意这三个人啊 前两个老人是找乐的人们中间的老人 说明这两个人 不是他们之间很特殊的两位 而是这群人当中啊 就可能今天是这两明天是那两随便出来两个人 对不对 因为一群人都有这个方面的爱好啊 包括后面这个人群当中自动走出一位中年汉子 皮夹克扎着强眼的紫红领带 你要注意这个打扮很好玩 阳气十足啊 是一个现代人 而且是一个不是来逛公园的人 可能就是干嘛的 从中间这个走过去或者沿途路过啊 听到这个被吸引过来的 走出一个中年汉子 一开口却是岩派的捉放槽 这个岩派后面也有标注 也是精细精剧当中的一派 讲究的是脑后印啊 就很高很亮很细 出来了啊 这汉子似乎与两位老人棘手 唱了几句还嗖嗖嗓嗚 这说明不是第一次啊 然后庞若无人的接着唱 庞若无人说明沉醉其中 对不对 周围的观众很多 品头品足者更多 说明什么 是不是继续说明这个精细在北京 这个京剧在北京 不但有人唱 也有人爱听 有人懂 这是很关键的 你要是说放在别的地方不懂了 你去美国啊 你在那一起来 别人说哪里来的蚊子啊 吓你一跳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仔细端详一下 发是发现据是四五十岁的人 就是发现周围的这圈人 都是四五十岁的 我为什么把这个地方把它叼红了 因为我脑子里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作者 说北京人喜欢精细 这是一个事实 他写这篇文章一定不是为了陈述一个事实 一定是为了表达一种感情 或者表达一种态度 他的这个感情或者态度一定是针对精细 针对北京人唱精细的 所以我脑子里始终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他是不是有可能会是说 北京人唱精细特别好 那其他的各个地方的这个也有自己的地方戏 那是不是为了提倡地方戏的 还是说他觉得这里面有某一种特殊的 就他前面说的那种耐人寻味的东西 还是说他觉得现在北京的精细这么好 已经是一个老传统的新一代的人可能就不太喜欢了 到底是哪种 毛泽里始终有问号 所以我读到这个巨是四五十岁的人的时候 我会把它标红 因为这一句表示的是作者已经在告诉你 经据这个东西 年轻人好像至少读到这儿为止 年轻人耗得少 都是老一辈儿 四五十岁 有的轻声随畅 有的用手打着节拍 有的闭目点头 似乎进入到了陶醉的状态 都很陶醉 这个前面说旁入无人 也是这个陶醉的表现 听着金湖悠扬高亢的旋律 你不能不为这古老的艺术的魅力做作者 所以经据你看 第一它是中国的国粹 第二它是老北京的雕 第三它是一种古老的有魅力的艺术 这就是作者读到这儿为止 作者告诉你的金句的地位 很多时候我们答题说老 这个同学老师说 老师你那些词从哪来的 其实都是从这个文章里面摘出来的 或者变出来的 简单的把它变一变说法 好我们继续啊 我说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这个作者在听北京人唱戏的时候 欣赏的是两点 第一点是这个戏本身 他是国粹 他是老北京的骄傲 他是有着魅力的古老的艺术 但是第二点 我之所以欣赏北京人唱戏 是因为我欣赏那些北京人唱戏和听戏的时候 那种入迷的状态 这句就说出了这一句 对不对 他说我相信只要在这个大庭子里尽性的高唱了自己喜好的金句唱段之后 准能得到一种 注意这句话 宣泄的快乐 所以读到这儿为止 你就已经明白 找乐找的是什么乐 找乐的这个乐有两种 一种是金句本身作为艺术带给你的快乐 第二种是尽情的唱了自己的喜好的段子之后 得到的这种宣泄的快乐 我可能唱得很难听 我唱完之后 对吧 堵死旁边翻头牛 但是没关系 我就觉得爽 而且旁边的人觉得听了也行 这种宣泄的快 所以这是找乐 找乐找半天找什么乐 找这两种乐 第一是金句的艺术的快乐 第二是辛勤的宣泄的快乐 这是一种宣泄 如果我出一道提问你找乐 你认为这篇文章当中作者找的乐 是哪种乐 或者找乐的内涵 能不能写出来这两点 读到这你就应该能够写出来了 好 我们继续 第八道 北京一些时髦的酒吧 你愿意注意 时髦的酒吧跟前面那两个场景 是不是形成了先的一个对比 前面说了两个场景 一个是这个大家一起去泡澡的澡堂子 一个是日堂公园一群四五十岁的人 但是这个场景叫做时髦的酒吧 年轻人去的地方 他说流行什么呢 流行卡拉OK 自告奋勇到麦克风前去唱歌 也大有人在成为一种时尚 但是你要去看的就是这种时尚 在时髦的酒吧里面去麦克风前唱卡拉OK 作者到底是认为他跟这个前面的公园里 浴池里面的唱新剧的相比怎么样 一定是更喜欢后面的 因为这篇文章的题目叫西匹流水 对不对 他说淡雨公园里浴池内的京剧清唱家们 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对吧 相比我更喜欢后者 就喜欢这些人 京剧清唱家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更接近自然 更贴近艺术 好 这个词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知道这个作者卖关子 说我也不知道这里面还有什么耐人寻味的东西 除了找乐之外 那找乐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读出来了 除了找乐之外还有什么呢 他在这终于开始透露给你了 除了找乐之外 这里面还有一种人们贴近自然 贴近艺术的感觉 就世俗的人 去贴近这个艺术 他非常的自然 不那么拿捏 不那么搅柔造作 不像有的人对吧 去这个很时髦的酒吧里面 然后一群人在旁边等着给你鼓掌 去唱那种卡拉OK 唱那种很时髦的歌曲 不是 他说很自然 但是也很艺术 也很高雅 这是一种自然的高雅 这个词非常重要 好 自己往后看 或者说这是一种古老艺术 升华之后的余韵流响 有着民俗民风民族的心理积淀 你看这句话多么重要 他直接告诉你了 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听北京人这种 在这种很随意的场合下 唱出来的很 很专业的这种 京剧的唱腔 因为他说这是这个古老的艺术 在升华之后真正流传到民间 流到人的骨子里去 这里面有着民俗民俗民风的心理积淀 这是一种移民流响 所以在这段当中的这几句话 更接近自然 更贴近艺术 是古老艺术升华之后的移民流响 有着民俗民俗民风的心理积淀 这就是作者想表达的又一层生意 我为什么喜欢听北京人唱经历 你明白了吗 这里边我们已经说了两层重要的原因了 全部都在作者的表达里 第一层原因是他说这里面有一种找乐的心态 我很喜欢 这个找乐是一方面很欣赏自己这种京剧 自己的这个本土的这种艺术 对吧 就很喜欢 觉得很快乐 另外一种快乐是得到一种情感的宣泄 你别管有什么不痛快的唱出来就觉得宣泄出来了 这种宣泄的快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他在这里面说的 我为什么喜欢 我觉得这个好 我为什么觉得北京人唱经历好 因为他更贴近自然 更贴近艺术 这是一种古老的艺术 在升华之后的运流响 有着民族民族民兴的心理积淀 你看我们的答案怎么来的 是不是全部在建立在你读通文章的基础上 从文章当中真的摘出来 所以这才能叫标准答案 为什么你自己从脑袋里面想的就不对 因为你那根本不是人家作者的想法 你自己的不算乱想 你继续读下去 甭管这么说的 只要在北京居住 你就不能不喜欢上京剧 尤其是干脆利落的嬉皮流水 好 这个时候这句话提醒了你什么呢 提醒你这篇文章的题目 为什么要叫嬉皮流水 为什么不叫京剧 或者不叫别的这个旋段 别的风格 很简单 因为他说我喜欢这个京剧 主要就是喜欢这种干脆利落的感觉 不是脱泥带水 所以我用嬉皮流水来代表 我这个题目叫嬉皮流水 所以你明白嬉皮流水 代表的是京剧中干脆利落的那股劲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喜欢的京剧 他喜欢的这个北京人唱的这个作派 又出来了第三点 就是一种干脆利落 这种爽快劲 北京人对吧 大人一类无所谓 很爽快 干脆利落 特别是当你在秋风萨萨的公园里 踏着沙沙作响的落叶 黯然神伤的时候 这是你难过忧伤的时候 一生高亢的金湖 对吧 瞎忧伤什么呀 对吧 就那种感觉 两句脆翘的唱腔 这个词在之前出现过 泡澡堂子的时候说马派脆翘 还记得吗 想恶行营 有恶云列拨的影响效果 让你心神为之一爽 所以这出现了 他说我喜欢听京剧的第三个原因 那就是 他有一种干脆利落的作派 让人在难过的时候 听了之后心情为之一爽 烦恼忧伤为之一空 被他扫空 觉得整个的唱腔唱调 让人家心情觉得很高亢 这是我喜欢他的第三点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他说不怕您笑话 我如今也常常吼上几嗓子 虽然还不敢到公园或浴池里去显摆 可是自我娱乐是足够用的 这叫什么 这是不是叫找乐出现了 找乐 你要注意他找的是什么的快乐 他找的是两种快乐 第一种快乐是京剧本身的艺术快乐 第二种快乐是什么呢 第二种快乐是宣泄心情的快乐 调节心情的快乐 对吧 他前面讲到了吗 说这个每次不爽的时候 一嗓子上来 就觉得整个雾霾 这个阴霾为之一空 好 您想想 临冲在雪地里 亮亮腔腔走着 还唱着不屈服的抗争之歌 雄续一把心和碗空怀 血润胃除尖 咱们体验一下英雄的心态 也不失为一种人生乐趣 不是 最后这个作者又多说了一句 京剧的第四重内涵 能够让你体会京剧当中英雄人物的那种心态 这本身就是一种人生乐趣 让你过一过捉放槽 让你过一过这个 呃 关羽的这个心态的生活 体验一把 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人生体验 这个事也很有意思 所以读到这儿为止 整篇文章已经结束了 啊 当然了 后面的告诉你 吸皮流水是京剧当中的一种唱腔 马派是一个流派 岩派是另一个流派 对不对 活脆是什么意思 你看 就所有需要你知道的 都会在后面标注给你 所以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说 我不知道啥叫马派 我这文章是不是读不懂了 不可能 好 这个时候咱们总结全文 看一下这篇文章做的 到底想说什么 名字叫吸皮流水 吸皮流水是一种唱腔 而这种唱腔是京剧当中的 而且它的特点是脆 特点是翘 特点是干脆立水 那做的 好 正好 我们昨年 简单是一种啊 第一 心态有意思 韩老师准备做笔记了 心态有意思 这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呢 这不是一种要跟人比个高低的心态 这是一种寻找快乐的心态 就是我是为了人生的快活 我是为了找乐 那找什么样的快乐呢 这里面又具体的告诉你 这个快乐又分两点 第一点是 啊 京剧本身作为一种艺术 我就好这口 我就唱了京剧就觉得高兴 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的那种快乐 对不对 有个人说了是你这句从哪来的啊 我们来给大家找一找 在 这个为止 尽性的高唱了自己喜好的京剧 唱段 追唱出来自己喜欢的这个东西啊 追求自己爱好 得到满足 这种快乐 第二种快乐 第二种快乐是宣泄的快乐 有任何的情绪在唱的时候就会被宣泄 这种快乐 这是两种快乐 这是第一点 寻找快乐的心态 好 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 本身这里面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京剧本身 这个七皮流水这种唱腔 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所以他说这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这是一种艺术风格 这是中国的国粹 是老北京的骄傲 这也是有着古老的魅力的一种艺术 所以他说这是第二点 这是我深深的被这种啊 这种唱腔当中的艺术魅力所折 寻找的是艺术的魅力 感受到的是艺术的魅力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第三 第三是什么呢 当然这个艺术魅力啊 你可以把这个继续的 继续的贴近一些啊 是一种贴近自然的 对吧 升华 沉淀的这种艺术魅力 第三 第三是 在这 说当你 当你这个黯然神伤的时候 当你的心情很忧郁的 很郁闷的时候 你听到之后 他能够让你心神为之一爽 能够让你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 就是说第三点 我听到这个的时候 可以振奋精神 对不对 可以振奋心神 这是第三点 第一点寻找快乐 第二点感受艺术 第三点 振奋精神 如果都用四个字来表示 就是这样的 最后一点 什么 体验英雄的 不同的人生心态 体验人生啊 这是第四点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作者说 我喜欢 京剧 为什么我要写这个文章 他说我里面还有一些 耐人寻味的东西 那是个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二三四 看下来了吗 这是这篇文章 作者想表达的东西啊 就是我为什么要写一个京剧的唱腔 声腔版式 吸皮流水 是因为 第一 它包含了一种心态 第二 它是古老的意思魅力 流传到今天的体现 第三 听到之后 可以让人振奋精神 继续这个 鲜活的蹦蹦跳跳下去 第四 我们可以去体验 这个唱腔当中的故事当中的英雄的心态 体验一把 这也是一种人生的乐趣 虽然你自己可能不是在雪地里烈烂腔腔的走的 不是这个刚刚火烧完草料厂 也不是自己被人陷害了 但是体验一把也是一种人生的乐趣 对吧 就跟玩了次模拟人生一样 也很好玩 好 这就是这篇文章作者的写作目的 那它是怎么写的呢 我们来看 它主要写的其实是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 它前面有个总 中间是个分 后面还是个总 我不知道你看出来了没有 前面的总在哪里 总在这 我经历过几次这种找乐的场面 这就是第一个总 后面要分 一次是在浴池里 一次是 一次是在日坛公园里 对吧 有一次 看到了没有 有时候说老师前面是不是 他说我在家里欣赏名家唱乱是不是 不是 为什么 因为他说的是 北京人 有一号 而且说北京人唱京戏的种种心态 注意 找乐是北京人唱京戏的心态 不是北京人 不是任何人去听京戏的心态 后面的这一段 我在家里欣赏名家唱乱 为什么不能叫找乐 因为这是我在家里听京戏 不是北京人唱京戏 是这个意思 明白了吗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是第一分 这是第二分 又有一次 对不对 后面又怎么走的 总的 总的是在这 又总起来 他说 有的人是在这个时髦的KTV里面唱歌唱卡拉OK 但是我呢 更喜欢在公园里浴池内的京剧清唱家们 这是不是又总了 讲完了之后 开始总起来 去告诉你 这些东西到底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一种古老的艺术 他的这种心理基建 你随于一个明星的心理基建 所以最后 最后一句话说 我除了欣赏之外 我也被这个惊喜影响到了自己 现在我也可以经常吼上几嗓子 自己找找乐了 所以这里说 虽然还不敢去显摆 但是可以自我娱乐 对我来说 这种找乐 除了我前面说到的 寻找快乐 寻找这个艺术的魅力 振奋自己的精神 我还可以体验一下英雄的心态 这也是一种人生的乐趣 好 所以这篇文章就写完了 是不是他的文章结构很清晰 总分总的结构 第一步 走 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 这第三段 这三段是走 当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北京人唱京戏 他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觉得好玩 我为什么今天要写它 这是这是走 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大问题 当然给了一个小答案 这个小答案叫找乐 但没告诉你找乐具体是什么 然后说除了找乐之外 还有现代人寻魅的东西 也没告诉你是什么 那剩下这些 你就要从后面去找 然后分 是这个第四段 这一段 这一段对吧 第六 然后第七段 这个是分 当然在中间 你就可以慢慢的找到 找乐代表着什么 以及耐人寻魅的东西 分别都是什么 最后总 总的时候 在这里 然后 进一步的 怕你没不明白 把一些他想说的话 在这些句子当中告诉你 然后最后最后一个小小生华 我除了喜欢听 我现在自己也喜欢唱了 虽然唱的还不好 但是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有乐趣 因为有这个有那个 最后告诉你 我还可以体验一下 这种戏里面的人生 好 这篇文章就读完了 你看这是2006年的北京中考题 阅读文章 这文章当时大家觉得好难啊 因为觉得 这个 对吧 写的很有文化韵味 也不知道他写半天在写什么 其实你现在回过头来一看的话 他的思路是很清晰的 关键是你脑子里面得有这个 作者思维的那根弦 你要去能够找得到这里面 他写出来的这些我飙红了的句子 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你脑子里有一根作者思维的弦的时候 你读到这些词 你就知道这一定是 直接关乎到他的写过目的的东西 如果你始终是被他牵着鼻子走 一上来你就 你就懵了 你就懵了 一上来你嬉皮流水什么东西 比如说一种上唱唱腔 一种声腔唱版 完了 没听过 不会怎么办 后面看到到底要说什么 直接就被他牵着鼻子走 那你读完整篇文章 你根本理解不了这个作者想说 你也不明白 他是总尊总怎么去写出来 好 这是今天的这个文章 然后我们来看后面的题目 第一题 从全文来看 作者能够成为一个 我们稍等啊 大家注意休息啊 马上就开始休息了 从全文来看 作者成为一个能够长长 吼上几嗓子的细腻 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什么 每字限五处以内两分 好 我们来看这要题题目的要求 什么要是说 从全文看 从全文看的意思是 你绝对不能就集中在某一段上去写 对不对 然后他说 作者成为一个细腻有个过程 您作者怎么成为戏女的 就是他听北京人 或者说见北京人唱 经许 经许 好 我回来了 中间的这个家中赏金系给你的是一个事例 我之前每次讲题目的时候都跟大家说 给出来的这个不但是一个释放还是一个要求 对不对 你看他的要求是什么 什么地方干什么事 是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 而且说的是啊 我怎么样成为一个戏迷了 怎么样子听到北京人去唱金系了 那所以说白了 第一处就是家中赏金系前面的那个有一次 第二处就是家中赏金系之后后面的那个有一次 就这两次吗 那第一次 我们去看第一次有没有直接能够从文章当中提取出来的 是不是在这儿 玉池清唱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事 但是为什么我写上玉池清唱不行 很简单 因为给你的示范叫家中赏金系 谁在家中赏金系 是我在家中赏金系 作者在家中赏金 在家中赏金系 包括这个题目问的是作者的成为戏迷的过程 所以你得写作者干了啥 当然这个作者不用写 因为人家中赏金系也没说作者家中赏金系 对不对 但这个主语一定是这个作者 所以前面是玉池清唱吗 那是玉池听清唱 你看这个词是这么来的 明白了吗 听这个字 我们再去找听这个字在哪里出现 在这里 自从听过玉池清唱之后 所以你要写玉池听清唱 大家明白了吗 是这么来的 为什么不写听玉池清唱 很简单 因为给你的示范叫家中赏金系 不叫赏家中金系 所以你进一步明白了 这个格式是在什么地方 就是do something 对不对 做什么事 这是个动词 这是个名词 这是个地点 地点动词加名词 五个字 那后面 后面是什么 后面这个好像 说公园里 京剧清唱家们 你发现这段当中 没有像上一段那种总结 那你就可以自己总结了 地方是什么 简单的两个字 公园 对吧 干嘛呢 看到一群找乐的人们 碰到了一群这样的人 那就是公园听清戏 可以 公园玉戏迷 也可以 也可以 所以这个答案是公园玉戏迷 但如果你写公园听清戏 也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 玉池听清唱 公园听清戏 都是可以的 明白了吗 为什么公园听清戏可以 因为你符合他的所有要求 他的示范的要求你符合 五字一类你符合 也是这个过程 也是你自己总结的 也没有说必须得用原文 所以所有的条件你都符合 就不会给你扣分 这就是语文阅读的 这个有意思的地方 语文阅读从来都是你只要扣分了 一定是你没符合他的要求 好看第二题 结合上下文 说说第五段当中 加点的帽子写出了什么 这个题目的要求是什么呢 结合上下文 这句话很重要 所以你不能光说帽子写出了什么 你得你回答的那个内容 得跟上文和下文有关系 那么我们得回到这段当中去 我们回到这一段 就这个位置 他说这位朋友唱完了换气的档口 四周竟然冒出了好几声号 那你要注意了 他前面是写一个人 他不是让你结合上下文吗 上文写的是什么 上文写的是这个人 在澡堂里泡澡的时候 突然间唱了个马派的唱枪 下文写的是什么 下文是继续唱下去 那中间的这个帽说明了这 这个帽子首先就跟这个镜联系起来 表现的是一个突然的感觉 冒出来了 一下子出来了 还是出来好几个 一种出乎意料 这么一种出乎意料 其次这个帽子冒出来了 那前面人在唱 后面接着唱 中间是因为冒出了好几声号 是不是正好是因为说明了这个北京 有这种京剧的听京剧的氛围 欣赏京剧的氛围 所以你这就叫结合上下文去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你得结合上面下面说的内容 去分析帽这个字有什么样的好处 写出了什么东西 帽这个字是一个很有动感的 很有动感的一个词 出来了这个动感表示的是第一很突然 对吧 出乎意料 就我原来听他前面唱精细 我就有点出乎意料 冷不丁来一嗓子 我就有点出乎意料 后面没有想到又出来几个人 这几个人是叫好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四周竟然冒出来好几声号 说明不是不是这个刻意安排的 是这个是怎么样呢 就是他周围就有这种群众基础 有这种群众的基础 听经系的群众基础 所以说冒出几声号 这个冒的这两层意识你要回答上 第一点是出乎意料的 第二点是 就是随处可见的 这种感觉 好 他的这个答案的设计 答案设计是这样的 事例一 叫好者的脱口而出 其实就是说那种 出乎意料 对吧 情不自禁 第二种是欣赏水平高 你也可以回答是唱的地道 随处可遇 有群众基础 什么都可以 好 我们来看第三题 第七段当中描写了 细米找乐的场面 请你用自己的话再概括 下16比内 好 我们看所有题目当中的红色字 第七段当中用自己的话概括 然后你要明白概括的是什么 概括的是找乐的场面 找乐是什么 找乐是北京人唱精戏 也就是说 请你用自己的话 用26个字以内的字数来概括 第七段当中 写到的戏迷们 是怎么唱精戏的 北京戏迷们唱精戏的这个场面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答案 很简单 在什么地方 什么人 干了什么事 怎么样 对不对 在公园里面 一群戏迷 有的拉 有的唱 有的听 自得其乐 就可以了 就很简单 这个题 答错 或者说扣分 主要扣在这四个字上 扣在自得其乐 这四个字上 很多同学就是概括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原理 这个公园里的很多戏迷 或者有两个老大爷 和一个中年人 简单说 只要不抄字符都可以 有唱的 有拉的 有听的 很高兴 没了 为什么你会在自得其乐上 这个点漏分 原因是 他说的是找乐的场景 这个找乐 就是寻找自己的那种快乐 你必须得把这个找乐 这两个字给点出来 所以后面这个答案 当中写到了自得其乐 你如果只是说公园里 众戏迷或拉或唱或听 没了 这是不是找乐 不知道 万一最后打起来了呢 对吧 你必须得说这个找乐 这个点的点到 他们很高兴 他们宣泄着自己的 这种快活 你也可以不用 做得其乐这四个字 用原文当中的 宣泄 情感很快乐 都可以 大概的意思对 就是 这是 这个第三道题 好 我们来看第四道题 结合文章 围绕京剧 谈谈你的认识 好 到了谈认识 这种题目上 谈认识的题 很多同学都不回答 我今天重点 讲谈认识的题目 谈认识的题目 怎么谈 这涉及到这个哲学上的认识论 就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 其实最好的方式有三点 就是有三点是谈认识 你可以试着去 去达这个层次 第一点叫做是什么 第一点叫做是什么 第二点叫做为什么 第三点叫做怎么办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 认识论上的三个 基本的认识事物的层次 今天我们虽然是做题 虽然是做题 但是 其实这个认识论 可以指导你的一切的行动 一切的认识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怎么读文章 你知道文章是作者表达的 他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东西 那你第一步 是什么你要看懂 是什么就是作者 到底想说什么 第二步是为什么 就是作者怎么写的 他为什么先写后写 这种表达 这种表达方式里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叫为什么 第三怎么办 你读完这篇文章之后 你学到了 这个作者的写作风格 我这次跳的好快 好 说不管任何事情 谈谈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认识 有同学就蒙着谈 其实你完全可以从这三点上来看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有个老太太过马路的时候摔倒了 一个小弟弟去扶他 被讹了 对吧 被老太太讹了 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大家一上来是蒙头蒙脑 没有任何条例的去谈的 但是我告诉你 你完全可以说这三点 第一是什么 这件事情反映了什么东西 反映了现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对不对 这是一种 这个事情的本身 这个现象的背后代表着什么 这是什么 第二为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不是我们现在的人心不古了 还是说这个世界上的坏人越来越多 到底是为什么 你是怎么看的 第三怎么办 怎么办 就是以后 我老奶奶过马路这件事情 你还要不要做 一个老奶奶在马路上摔倒了 你要不要服 你看你这么谈是不是很有条理 好 以上是我从大的方面去说 你怎么认识一件事情 你怎么读一篇文章 从小的方面说 做这道题 你怎么谈认识类的题目 结合文章围绕京剧 谈谈你的认识 那你先要知道 谈对什么的认识 是不是谈对京剧的认识 那第一 这篇文章告诉你京剧是什么 你一定要结合文章谈 所以京剧是什么 这一点 你得从文章里去找 人家说了京剧既是国粹 又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 又是老北京的这个 骄傲 又是一种这个民族 民族民族的心理积淀 这叫是什么 对吧 它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很有魅力的艺术 第二点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到今天还要听京剧 因为京剧 它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而且它是贴近自然的 它是贴近生活的 这是为什么 就是作品里面是不这么写的 你说这是一种更加贴近自然 贴近一些的东西 而且它可以宣泄你的情感 可以让你体验 这个京剧当中的不同的人生 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 这个继续的去听京剧 不要让京剧死掉 最后怎么办呢 我觉得年轻人 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些京剧 我们自己不会唱可以去听一听 你可以搞一些活动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你是不是这样就把这个认识 谈得很有条例 谈得非常的有条例 当然你在谈的时候要结合文章 结合文章 就是从这个题目的要求出发 题目要求你结合文章 你再去结合文章 你看后面的答案事例 这是一个事例 但是这不是标准答案 因为这种不会给你制定说 你必须这么给我认识 但是你必须要认识的有层次 大家谈的认识太简单了 很多同学答的是什么呢 围绕京剧谈谈你的认识 我认为京剧很好 我们今天都去听京剧吧 没了 你这只提了一个什么 你只提了个怎么办 你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全没说 有同学就说 京剧是一种国粹 京剧是老北京的 这个骄傲 京剧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 在今天的沉淀 你谈的是京剧是什么 你没谈为什么要去听京剧 没谈我们要怎么办 对不对 我对于同学就光谈了 我为什么要去听京剧 我真正就好 我真正怎么好 真正就宣泄心情 你没谈京剧是什么 没谈怎么办 所以说最好最好的就是 你用非常凝联的一言 答三条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哪条加起来 对吧 哪条多少字 大概二十来个字就差不多 加起来不要超过一点个字 就可以了 好吧 以后这种认识类的题目 大家再碰到的时候 不要再不回答了 我今天教你最顶级的方法 我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上告诉你怎么去谈认识了 你以后再不会谈认识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但是我在这提醒一下大家 你谈认识的时候 所有的阅读题目谈认识的时候 结合文章内容去说别空谈 金句是什么 金句是一种国粹 金句特别好 那文章里说的金句是什么 你都给答上来 文章里说的为什么听金句 你是不是得答一讲 文章里专门提到了 现在听金句的是四五十岁的人 年轻人都在那唱时髦的卡拉OK 那你谈这个认识怎么办的时候 是不是得额外的点一句 年轻人青年人 也不要光去追求那些时髦的东西 适当的回顾一下传统的艺术 这是不是很好 这是不是要结合文章 这么来作题 OK 好看一下还有吗 没了 好的 那么韩老师可以开放讨论一下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了 最后提醒大家 因为每次课都有新报名的同学 没有进我们的 直播课程群的同学 你记得及时的进